今天我们两个准备把家里边买来的一些像方和装饰画挂在这面墙上 我们沙发上面有一面还挺大的墙一直挺空的 过去的几个月里来我们两个不停的积累 感觉攒得差不多了主要是家里边实在没地方放 然后今天就把它们统一上墙 就是这一面墙 然后所有乱七八糟的东西都挂了点 这个墙还有一点高往上到那 那个地方我们已经够不着了 太高了 所以我们大概上沿的位置可能就是到那个金色画框的那个位置就好了 这是什么呀 不是圣植 From Montreal 比如说现在我们就来装一幅画看一看 这幅画呢它的尺寸就不合适 因为有些时候你在网上买的画 它的尺寸和你的画框是不合适的 或者你就是找不到它这个尺寸的画框 有一个办法呢就是你用美纹胶带 把它按照你的喜好稍微调节一下 比如说像这幅画我就想要它这一面多一些 所以我不用说把它放在中间 我就把它这么放 就稍微调节调节 比如说到这个位置是我喜欢的 然后我们就沾它一下 美纹胶纸呢它是当时我们装修的时候用的一个东西 它能够稍微粘住一下你的画 但是它又不会说伤害你的纸张 然后把这边贴好了之后 你再来上这个板 它就轻松一些 我看一下我这板方向对没对吧 然后完了之后它大概就是这样的 所以你的画呢也不会跑来跑去的 然后也能达到你想要的样子 忙活了一下午我们最近收集来的画啊画框都准备好了 这个是老板给我的设设计出稿 我等一下要按照它这个排版 你从外面买来的画框呢 它里面通常都有一张衬纸 这个衬纸不要扔 它可以帮助你确定这个画框的位置 另外一个功能就是你可以把这个钉子的位置 藤画出来 等一会儿你在墙上摆弄的时候呢你就知道你的钉子钉到哪里 像是二手的画框呀这个东西如果可能已经不在了那也没关系 你可以找一些家里边一些旧的硬纸可北 切割出这个形状 然后藤画出钉子的位置 也一样可以帮你在墙上找到你想要的画框的位置 现在我们要选一个就最底下的一条线 坐在这儿呢大概就是二种高了 最底线就全这儿了 你坐过来的时候不能说头离那个画框特别近 也不能说特别远 太远就会有点空呢 我是稍微矮一些 所以考虑到一些身高比较高的客人呀 我们大概就到这儿 然后大概在网上面一点点 经过对比原稿和在过程中不停创新呢 我俩最后确定你的方案大概是这样 所有画并没有全部挂完 这上面有目前14幅画 我们就准备加减时间把钉子钉上 然后挂上画看一看 你看由于我之前已经画出来了这个钩子的位置 现在我只需要把它在正中间的位置把它戳破 然后就可以画到墙上了 然后我们就知道这个钉子 好 把一会儿的钉子就钉到这儿 下到哪里 现在准备钉钉子了 现在准备钉钉子了 这就横胀螺丝就可以了 这是唯一一个木头 你看我手里的钉子啊 有两种长度 一个稍短一点的 一个稍长一点的 是因为有的画框呢 它这个画框很薄 然后你用短的这个钉子就可以了 它就会有足够长的这个长度 进到那个膨胀螺丝的那个塑料套里边 可是有的画框它特别深 如果你还用这种短的螺丝 它就一个小尾巴会进到那个膨胀螺丝的那个塑料套里边 就不稳 像这种很深的画框 你记得要选长一点的钉子 反正就是保证它有足够的长度进去就可以了 这个小椅子上次我们俩去汉密尔顿的古董市场淘来的 准备把它放在这里 这边墙呢 目前就占定如此 和我们的初宝稍微还是有一点出入 由于那个地方有两个洞 所以我俩就把上期宜家买完 剩下的那把小椅子和一个绘本书里面就送了玩具 然后就这样了 然后我们把这些犀牛放在了侧面 你们看见 然后这把小椅子呢 就放在了这个地方 我们后期去别的地方 逃东西的时候 我们会刻意的去留意一下 有没有什么好玩的好看的 能够为这边墙再增添一下东西 那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 我们下周再见 拜拜